俄羅斯當然有錢買啊 但重點是沒人要賣他 先說沒人要賣他 今天俄羅斯發生一件很糗的事 什麼事呢 西班牙驅逐了一位俄羅斯的外交人員 那正常來說的話 從俄羅斯飛越超過整個 所謂的穿越整個歐洲到西班牙之後 把人再走再運回去 很快嘛對不對 你知道他這趟路繞了多遠嗎 繞了一萬五千公里 一萬五千公里 因為歐洲都不讓他進去 所以他怎麼飛呢 他先飛到北極之後 繞整個歐洲的一個外圍 接了人 接了人之後 又到希臘去接了人 接了人之後呢 再繞這條路 原路再繞回去 為什麼呢 歐洲現在不讓他過 但現在先跟各位說一件事情 普丁現在是有錢人 普丁現在是有錢人 普丁是有錢人 但他的兄弟全在碎路邊 發生什麼事呢 近期因為天然氣跟原油的價格 持續還在往上漲 那今年第一季的時候呢 天然氣跟原油的價格還在流動 也還在交易 所以呢俄羅斯現在今天 哇胸部一拍可神器了 他們的經常帳創新高 而且這個新高非常高 今年單單第一季 一兆六千八百二十億的一個台幣 先說普丁說 我好怕人呢 我很有底氣呢 但各位 這個是獨裁者的一個幻想 為什麼 剛跟各位說嘛 普丁很有錢對不對 但普丁 他神奇的地方是在於 普丁他過去二十年的過程當中 他把國防寡頭 工業寡頭 能源寡頭 等等的全部都扶植上來了 這些人通通也發大財了 但現在這些人錢通通用不到 被封鎖了 那被封鎖完之後呢 現在在整個俄羅斯國內呢 民不聊生失業物價高漲 買不到生活用品 那今天下午最新的一個狀況是 俄羅斯央行總裁 納比烏里納他直接說了 他說現在俄羅斯的物價押不回去 押不回去了 但是這個納比烏里納呢 也吃到了普丁的一個口水 他做了一件事情 開支票 開什麼支票 他說你給我兩年的時間 只要到二零二四年到二零二五年 我們應該物價會慢慢回復 各位這個擺明的在忽悠 共產黨的忽悠方法 就是這一招 對不對 你給我半個月的時間 你給我六個月的時間 你給我兩年的時間 但事實是什麼呢 莫斯科目前的市長叫索比亞寧 他直接說了 我們現在莫斯科都沒有人有工作啦 慘啦 外資都離開莫斯科人二十萬人失業 現在要怎麼辦呢 每天要吃要喝 後面日子要怎麼過 現在這個就是俄羅斯的狀況 老大有沒有錢 普丁超有錢 央行總裁呢亂騙 那市長呢 市長沒辦法 他要面對第一線嘛 好來看呂業大亨 呂業大亨這條船真漂亮 這條船要台幣十八億 十八億 最近一直逃 一直逃 沿路一直逃 那為什麼呢 先說黑海是鎖住的喔 那他能夠逃到整個土耳其 拉過希臘 代表這個人都有後台 他是俄羅斯的一個呂業大亨 但現在呢 因為國際的一個制裁 所以寡投的錢啊 船啊 飛機啊 加密貨幣啊 黃金啊 能逃的盡量逃 讓你猜逃哪邊 逃哪去啊 現在瑞士不給逃了 所以現在呢 逃土耳其 逃阿布達比 逃杜拜 所以呢 現在先來說 只有極權國家 會收留極權國家 這些人剛剛好喔 他們的統治者 也都做非常非常久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叫非監管國家 連路都在逃 現在這次難得啊 怎麼說 歐洲大團結 那是 先來說 以倫敦來說 倫敦那個銅臭味之重 佑琴你知道嗎 我全世界這樣告訴手 我去倫敦真的被嚇到 我在倫敦吃過一個叉燒飯 叉燒四片 兩片芥蘭菜 一個白飯 一個好像白開水的湯 臺幣接近六百塊 六百塊 先說 這個是我一輩子當中 在全世界各地旅遊 最難過的一次的經驗 倫敦物價之高 但是為什麼呢 因為倫敦各地有錢人都在去嘛 所以那個地方呢 房價齊高 各個遊覽產品啊 產品都很貴對不對 但這次倫敦先說 倫敦過去是東歐大亨的最愛 那為什麼呢 我在我國家我發雞了 可是我的國家鳥不生蛋嘛 俄羅斯就鳥不生蛋啊 俄羅斯說實在話 俄羅斯他們的芭蕾舞歌劇 等等都很棒 但是俄羅斯的物價也貴 俄羅斯莫斯科我去過一次 物價也非常貴 然後呢 現在呢 他們那些俄羅斯的大亨 到倫敦去 古堡是不是買下來 球隊是不是買下來 豪宅遊艇飛機 現金能買的盡量買喔 現在買一買呢 睡路邊 睡路邊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錢在銀行啊 那是不能用啊 不能用啊 不能用怎麼辦呢 拜託政府 拜託拜託拜託 發補助金 發補助金 這時候總不能一直領補助金吧 記者賭麥 總要罵個兩句 所以這時候很多人都罵喔 但現在呢 過去喔 倫敦曾經被笑 倫敦就像倫敦格勒啊 現在倫敦格勒 不再是寡頭有錢人的地方 全部都被制裁起來了 所以這次呢 歐洲他大團結 而歐洲大團結 昨天我們特別跟各位說 昨天突然間發那個緊急命令 所有的司機都哭了 怎麼說啊 要回家啊 對啊 沒事做啊 那怎麼辦呢 現在據傳喔 俄羅斯跟白俄羅斯 所有的卡車通通退回去 這個造成一個狀況 現在波蘭跟捷克的卡車司機 生意多到做不完 先說喔 很多人會說 那奇怪了 為什麼卡車司機都是東歐人在做呢 因為卡車司機對西歐人來說 第一個划不來 第二個不符合工業法規 你知道為什麼嗎 歐洲的工會不讓你24小時工作 可是歐洲那麼大 各位 那個卡車司機他們怎麼做你知道嗎 我們在臺灣 因為我們地小比較沒有那種刺 他們的卡車司機 有時候是兩個到三個 一個開一個稅 大家輪流坐 輪流開 那這次呢 歐盟因為他們限期離境 所以俄羅斯跟白俄羅斯的卡車呢 長達80公里離境 現在全卡住了 那卡住之後呢 這個就慢慢走好了 今天最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那什麼事 先來說 這個叫卡加諾尤夫 卡加諾尤夫 他一向就是所謂的國防顧問 今天他不知道哪根筋不對 先說 你說 我跟你們講啦 我們俄羅斯可厲害的呢 我們才出三分力而已 我們才出三層的武器而已喔 我們後面還有的是資本 但他這句話是不對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戰爭學當中 很清楚的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一場戰爭 你只要人力的損失 十分之一 對 你只要戰力的損失 十分之二 其他的不能動 對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要胎吧 我這些已經壞掉了對不對 我是不是要淘汰掉 我要補新的過來喔 那重點是在哪邊呢 死了幾萬人喔 死了四十三個指揮官 死了八個將軍喔 死了快兩萬人 四十三個指揮官 八個將軍 還能夠講這種話 真的是輸給你 真的是罪 真的是也是罪了 但現在再來跟各位說 現在最後的決戰正在集結 先來看喔 我先做一個簡單的地圖 這個叫頓巴斯地區 頓巴斯地區多大了 頓巴斯地區佔烏克蘭十分之一 所以這個地方是六萬平方公里 頓內刺客 蘆干刺客在下方 剛才學友哥有說 這兩個地方產煤炭 那現在呢 俄國烏東要發動大規模的一個攻勢 那為什麼呢 第一個實質效用跟虛質效用 虛質效用是我要拿下一個地方 宣揚我的戰功 實質效用的部分的話 這個地方是工業區 先說烏克蘭很大 烏克蘭總共六十萬平方公里 對 其他這些地方種田的 種田也很重要 但是這個地方有種工業 那對俄羅斯來說 我要從這個地方貫穿 拿下整個通道之後 拿下亞蘇海 拿下黑海 拿下克里尼亞半島 同時我在歐洲我自己有一個通道 所以他一間離開 我自己有一個通道了 第二個我可以直接殺到整個歐洲去 第三個我可以把你的烏克蘭切成一個內陸國 這個地方通通是我的 但現在呢對於美國來說 不可以下大旗很多人會下旗嘛對不對 那個時候那個釋啊 那個炮是不能動的 你知道為什麼不能動嗎 他有戰略第一 所以現在的戰略意義呢 現在盾內刺客 蘆甘刺客 馬力波 馬力波控制的整個亞蘇海 然後下面是黑海 現在美國已經直接說了 他們在訓練軍人 為什麼你知道嗎 再來決勝的一個關鍵 不再是坦克 也不再是飛彈 在槍流的 在槍流炮 那槍流炮美國已經攻擊他的M777 全世界最新型的太合金的 但這類的炮彈 他有仰角的一個設計 必須要訓練 所以現在呢 過去英國美國過去是什麼呢 你需要什麼 我給你 現在直接跟你說 我要訓練你 所以呢第一個 到底俄羅斯會不會破產呢 不知道為什麼 普丁現在說我口袋有的是錢 但民眾破產了 寡頭破產了 流氓在外的有錢人已經破產了 最後的決戰要怎麼打 但現在他們還在撐 後面能撐到什麼時候呢 但這件事情不能夠拖太久 為什麼呢 兩國打仗 現在是神仙打架 小鬼遭殃 現在窮國窮到什麼地步 斯里蘭卡最近做的內閣全壞 壞了新的內閣上來看 一天又全部辭職 很多人沒飯吃 很多人不知道未來在哪邊 現在還有國家喔 居然不准公車發車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沒油了 沒有油了 沒有錢買油了 所以呢這個狀況先跟各位談戰爭 如果再持續下去全球都照樣